宋涛表示我们鼓励支持两岸各界开展交流合作 今年4月台湾村里长联合总会参访团一行到中国山东北京参访 国台办主任宋涛亲自会见 随着2024大选逼近 中国更大肆招揽全台各地村里长纠团到对岸观光 现在的邀约竟然是变成说里长的装脚 或跟里长比较好的这些邻居 左邻右舍的去拉客 所以有一些人并不会去细救到说里面的行程是什么 而且因为单子是没有给这些里面的 不只团费超便宜 行程五花八门 吃好住好玩好 还附赠半手里获土产 有的只收机票一万元 到了对岸还会退款 形同全省免费招待 由里长台面下找人 风气越来越盛行 全台北市456位里长传出近三成都去过 出去游 那午餐晚餐就会有不特定的人士 就是说大陆的高干 中方鼓励各省市扩大办理 采责任制由不同省份台办 任领台湾各县市的村里长 像是北市由上海对口 山东省负责新北市 广西省负责花莲县 安徽省负责基隆市等 以化整围林与分镜合集的方式 在短时间内达到榜庄目的 中国对于这样渗透我们的基层的组织里面 已经相当严重的状况之下 如果依法有据 当然台湾会按照反渗透法 或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来处理 中国借权手段推陈出新 国人更得提高警觉 避免落入统战圈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